一定能够顺利的生产下来 还是说其实这个高龄的这个孕妇 她还是有她一些不好的一些条件在 应该说使用戒卵子的 她的怀疑率会长高 我最近看一份研究报告统计了 就是说大约在高龄 如果你使用戒卵子的话 大概活产率大概在50到60 如果累积三次的话 可能70到90 就是三次四款戒卵子的 同一个人的累积怀疑率 所以戒卵子因为 今天如果说一个53岁的 去做四款医院戒卵子 她戒的是一个22岁的大学生的卵子 所有的怀疑是算在22岁这个身上 不是那个高龄的孕妇身上 有时候病人就说 哇那53岁停介入了呢 子宫缩小了 那这样子可以怀孕吗 子宫其实从来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常常跟病人说 子宫就像一个黄子 黄子你老黄子你给她装潢一下装修一下 你可能住进去好像是新黄子 所以子宫是可以装潢的 换句话说这个53岁像我们在执行这个四款婴儿说 我就先让她使用HERM 让她本来是已经干枯了子宫内蒙 让她好像又再重新再回春一样 给她一些营养啊滋润啊 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干枯的大地 然后我们就给她灌水下去 给她播种下去 好像是春回大地这样子 所以高龄的这个就算借由这个捐赠卵子来做四款婴儿 但是自己本身这个子宫的环境要先整理好 当然啦就是说你通常做四款婴儿两个人要先液金同步 那同步之后 她子宫呢有没有准备好了 这个胚胎放进去才会嘛 你如果说这个借卵子的胚胎要租进去的时候 这个人还没准备好 或者正在液金当中那怎么去做呢 所以借卵子是比较容易操作 但是当然借卵子其实最大的困难点 不在于既视层面 而是在于心理层面 有些人比如说他没有卵子的 他一定要生丈夫是独生子 那我就说你实在没有卵子 或者说你染色的有异常你要生 可以可是你要借卵子 借卵子的话你的卵子是别人的 那他听到生别人的小孩他就不要 所以这个最可能是最大的困难点 所以也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对心理障碍的障碍是最大的困难点 看下段不一定是一样 所以说在借卵子方面 首先我们要向国民健康级申报 要先有人捐卵 那今天的话他要经过层层的考核 包括他的遗传疾病 健身疾病他的血型 他的肤色滑色的登录 他是什么种子 那他有没有艾滋病免毒 米肝 吸肝 P1禁 G细胞 病毒 这些零零种种 都要经过卫生署 检合过了 那我们把这些报告 我们自己看过 OK没问题 我们就寄给卫生署去审 所以这个要捐卵的话 也不是那么随便就可以捐了 捐卵它本身除了 除了这些以外 他还必须要让国民健康局说 这个人有没有在别的医疗院主经过 假如他有的话就不能再捐 只能捐一次吗 对他只能捐给一个不应证服务器 一次猴产 如果说他捐了一个猴产之后 这些不应证服务器 接了生爱的 这些好可爱 想要再多生一个来当伴的话 那同一个 不能再找同一个了 但是他可以再找另外一个监卵者 也就是说他们将会变成一个 好像联合国 但是不允许同一个人 对 所以一次监卵者 他的法力是一次猴产 是 但这个猴产你有可能是三胞胎 可能双胞胎不一定 那如果说同一个人 他捐了很多的卵子 那只要有一次的活产 那剩下的卵子怎么办呢 那就主要销毁 一定强迫销毁 那个没有什么疑虑的 因为能够生存法讲得非常清楚 那个规定的非常清清楚楚 没有什么模糊的空间 那如果说是 就算这个捐卵的人 自己将来想要保留以后 可能自己会用到的话 那能留下来吗 不行 也不行 也不行 因为法力上规定就是说 假如这个不应证服务器生了 那卵生主就是要看到 你执行销毁的程序 而且还要交出一个 销毁胚胎的那个通知室 这个是很规律 那一旦这个交出出去 你如果说你医院 还有那个冷冻胚胎的话 那这是违法的 嗯 那现在我想没有人敢做违法 我们看下段VC啊 好 那这个礼拜一 有一家报导就是说 建筋建筋好像要订出一个补偿会 就是我们现在建筋建筋 一切人工称之外 有所谓的工时会啦 营养会啦 还有交通会 这个不是在卖卵子哦 不可以讲买卖 这是所谓的补偿 就是说他有三个地方一定要补偿 人工称所这是要给的补偿 包括工时会啦 营养会跟车马会 那这些是法定的 嗯哼 那现在卫生署发妹希望把他订出一个合理的一个数据出来 那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必须没有呃 就是说他有一个上限 那你你一个医疗院所要去做比如说 间筋间软这个作业的时候 你几乎不能超出这个上限 那这个上限 这个礼拜一好像是说他们媒体有 有打听到卫生署已经有一个数据出来了 那这个数据一旦还没公布了 一旦公布大概是最近要公布了 是 一旦公布之后 你如果超出一块钱就会违法 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你可以给少不能给多 那当然就是说现在 呃 所有的我们也不希望说 间筋间软这种爱心的行为 沦为一个商业行为或中介的行为 但是毕竟间软间金他们 他们要因为营养的问题或者是交通费用 或者是说他来做这些 他付出的时间 他因为因此没有上班或上课 那这些补偿 他有所有的补偿费用 所以在工时方面的审施 在车马费在营养费这个都是允许的 所以只有这三个费用是允许其他的是不行的 是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说你有一天走到这个田地 不过这是台湾现象 在美国他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商业行为 他们甚至有一个软子啊 或代理英姆的公司 你如果上网路 或代理英姆或者是兼卵 在美国甚至因为网站全部都是 捐卵的那种美女 然后她的 她的从小的那个照片成绩啊 真实的民族就这样 好像是 那个环回厌寿随便你挑 在美国他们是采取这样的态度 这是因为国家 因为地区 因为民族的不一样 规定不一样 法律不一样 而也不一样 我们台湾是比较高标准 高道的标准 嗯 是 看下一段BCR 好 那现在兼卵 兼卵必须要填具 这种所谓的刺青等表格 所谓刺青等表格就是说 比如这个接的夫妻需要捐卵子 那这个卵子 这个捐卵子一进来 这个丈夫 因为这个卵子是要跟账户的金子结合的 所以这个丈夫必须要 回去她的夫妻所在地去把她的 刺青等掉出来 刺青等这个表格这么大 你看这个表格这么大 对啊 看起来好像 我如果说我自己来填的话 我可能填没几个 所以这个都来到会出师手 然后跟她申请 那可能要一到两个礼拜工作天 那要拿人工生殖单位 比如试管医学中心的证明书去申请 那你看有父母 真父母 高祖父母 这样刺青等 所以这个是要比对丈夫跟那个捐卵的 到底有没有关系 这个刺青等填 那个表格过来之后 这个表格出来 我们常常在这样对 就表格出来 比如说这个家的 家子姓高跟姓真 那这个捐卵者 如果是有姓真 你就赶快去对 有没有 如果她在这个名单里面 就不能的捐了 她如果说不在这个名单以外 就可以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医院切的还不行 还要把这个资料 寄到国民健康医院 国民健康医院去看一次 那这个就是怕近亲戚 生殖的一个乱纹的现象出现 所以在这个四亲等里面 只要有这个关系的就不能了 排除 排除 她可以监给别人 但是就是不能监给这对夫妻 因为她是 也是说这个监缆者在是 是属于他们这个家族的 是 她就不能监给这个人了 所以在这个情题下就是 那有人就说 那这样子姐妹监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姐妹监缆是不在四亲等的 她那个是血亲嘛 但是你姐妹监缆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指定监证 因为你知道是 那我们台湾是不行 不行 以前可以现在不行 因为你妹妹来监给姐姐的话 好姐姐监给妹妹的话 你已经知道谁监给谁 那这个在法律上就认定 你指定了不行 所以以前大家 大家会说 为什么以前姐妹监缆可以现在不行 那而且监缆还需要公证 就是说 你今天要监缆也好 今天监缆也好 你都要到法院去公证 或者是到民间的律师 而这个律师既有公证的资格去公证 为什么要公证呢 就是说 我今天透过监缆或监金生了小孩子 那人工甚至单位 他会给你一个同意书 就是说我今天监缆要有哪些同意书 那你这些同意书看了 你们同意了 那就这一份就留在病例 留在法院各一份 将来假如说 透过监缆监金所生的小孩子 有问题的话 比如说畸形 那人工生子同意书上面有写 第二条就写 人工生子跟自然怀疑一样 还是有2%到4%的畸形的比例 所以到时候发生几例的时候 才不至于有纠纷 所以基本上 这种公证的基本精神在于 就是说 你肩卵可不保证 生出来小孩子是完美无欠 有可能一样跟自然 跟你自己夫妻的卵子 精子结合一样 还是有些可能有瑕疵 虽然说在这个捐的时候 都做过很多检查 没错 但是还是没有百分之百 去避免掉那个风险 那四清等其实是坚软 他们心理上很难找 因为他们要去附近 事务所说 我要 我要四清等 那如果说 办资政事务所的人 如果说知道的话 他们 他们就不太愿意 他已经复资政事务过 我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好 我们来接通 线上的扣音电话 彰化的陈小姐 陈小姐您好 蔡医師您好 主持人您好 来 导播请给我们声音 喂 蔡医師您好 你好 蔡医師我之前在台北 有做过四拐婴儿两次 结果都没有成功 然后医生就觉得说 你可能要离麒克风 连电话筋远一点 声音不清楚 是 喂 可以 也可以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大声 可以好 不好意思 我就是现在年龄已经36岁了 是 然后我之前有做过三四拐婴儿 可是就是都是失败 那医师是认为说 我卵巢功能不好 驱卵是几颗 取缘处大概只有两三颗而已 哇 那这样子你只是佩戴都只是几颗 佩戴好像到最后只植入也是顶多两颗而已 然后可是都是没成功 哦 对对对对 那我想请问蔡医師那以我的情况的话 是不是还是说 因为我跟先生讨入过了 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想要使用那种 呃 使用捐卵的 使用捐证者的这样子 嗯 是 两颗是可以试 不过36岁的卵子 我们说卵子的品质是看年纪 卵子的数量是靠 比如说像这位小姐 嗯 呃 36岁做捐卵有一点可惜啦 因为你毕竟还有自己卵子两三颗可以试试看 还是有机会啊 因为现在台湾地区捐卵子有两个困难点 第一个就是说 世青等病人很不愿意去申请 因为他觉得难为情 那第二个就是说 捐卵需要的人多 愿意来捐的少 哦 也就是说工息失调 那这种情况下 比如光我自己服务的医疗店的时候 各种血型的在等着排队坚卵的 每种血型都十个在那边等 A型 B型 ABO ABO 都是一样 那可是来坚卵不多 因为常常要碰到寒指甲大街声 放寒指甲才有机会 那所以在台湾地区 捐卵监金又不能广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捐卵监金没有办法向美国说 成为一种风气 是 所以像陈小姐想要的话 可能也要再等一段时间 对 所以我导致建议 如果说两三颗 是不是说在生长激素 或打扮卵针的疗程上面 做一个调整 或打扮卵针的剂量 加重一点 起到三颗 四颗 哪怕是五颗 也起机会很多 因为36岁的卵子应该是还OK 不过 台湾地区的确就是说 捐卵子的风气不盛 情况下 100个素感婴儿 只有四个是肩晶肩卵所生 但是在美国 100个素感婴儿里面 有11.3个是肩晶肩卵所生 那一样是贝贝西兰 为什么说美国 他们接软监金那么多 难道他们的种子 人 金子少吗 卵子少吗 不是 而是说他们接软监金是很 很 矿在台面上 大家很乐意做 他们是比较开放的 台面下 把它当做 当做一种商业行为 但是台湾不允许它是商业行为 所以 比较 比较多的耶稣 所以做的人比较少 所以我会建议这位陈嘉姐 如果说你严育的话 我会建议你再试第四次 在排卵针上面做个调整 因为肩卵子 有时候 比如说你生的小孩子不是你自己的 可能你要自己生试 对 嗯哼哼 嗯哼哼 但是毕竟第一个 你说要捐 可是现在来捐的人不多 第二个就是说 你先生要回去他的户籍所在地 申请试亲等 然后你们又要去律师那边公证 那这些可能你们 就会让一些 也许你先生就不太愿意去申请他的试亲等 因为一申请有时候的人就说 哇一申请 几乎是每个人都知道我 我太太是捐软 所以 捐软不是一个见不得的人的 但是捐软在程序上不好跑 因为你还有软子 你今天不是说停经了嘛 所以 你可以两个病行啦 我会鼓励两个 因为你一边去找捐软